想让iPad变身Switch游戏主机的显示器 或者电脑的扩展屏幕 相机的接游器就像现在这样 甚至连电视盒子变身一台随身电视 现在都可以实现了 只要是戴USB-C口的iPad 升级到iPadOS的实际之后 都可以变成一个高级视频采集设备 目前要实现这个功能 你需要一个UVC的视频采集卡 并且下载相关的支持软件 我这里以连Switch主机为例 玩Switch你肯定有一根HDMI线 把线的一头连上主机模式下的Switch的HDMI口 另一头就连视频采集卡的HDMI输入口 有采集卡的话 我相信你大概里也有一根USB-3.0 或者是更高规格的USB-C的数据线 一头连上iPad的C口 一头连采集卡上的USB采集口 有些采集卡可能已经集成了一些口或者是线 就按照产品的介绍直接连就行了 我用的这款采集卡支持4K30帧的采集画质 价格在500块左右 如果你对画质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比如只是想连一下Switch玩玩游戏 那么买一个100多块钱左右的支持1080p画质的采集卡就够了 然后我们需要在iPad上安装一个支持EVC的软件 我下面推荐三款 这三款功能都差不多 而且都是免费的 有一些可以在显示的时候调节分辨率和帧率 还能录屏和保存截屏 这款还可以实施显示画面的采集信息 还有调节画面颜色 据说之后还会支持视频推流功能 如果想用它连其他设备比如App TV或者是电脑主机 带HDMI输出的相机 只要把HDMI口的这端连上设备的HDMI输出口就行了 关于延迟还是有的 大概在几十秒 如果你是用来作为相机画面的监视器 或者是App TV的外接显示器 那么这个延迟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如果是连电脑主机 这个延迟我觉得就有点难受了 况且在iPad上尤其是10英寸以下的iPad 这个屏幕还是太小了 用来玩Switch的话 我觉得这个延迟还是能接受的 感知非常轻微 不过延迟也可能取决于你用的采集卡 关于采集卡的选购 我就不直接点名了 不过你可以在电商平台尝试搜索Switch采集卡 然后选择两个参数 一个是USB 3.0 一个是支持1080P 60帧 满足这两个参数的一般都不会错 价格大概在一两百块钱左右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是黄阳 我们下期再见